那接下来呢有请南安五荣因笔干文化研究会会长林石乔先生上台进行致辞 有请 大家晚上好 再在春宫明媚万物复苏 淘宏流利的阳春山叶 我们从天南地摆 四次相聚在九木林市 滑翔地普田 我们都怀着一颗 诚挚的感恩之心 共同祭祈祷九木林 十祖 披功诞辰 一百二十九十周年 即二零二三世界 九木林市 恒卿 祭祖大典 勉坏先祖的应得 感激先祖的教会 对师先祖的丰功伟业 弘扬先祖的美德 积极促进中亲缘语 连练血妹 相通之情 师同中 共主之仪 在此 我代表 南南市五龙音笔甘文化研究会 向前来参加的临市 中亲表示 欢迎和亲戒的问候 树高千丈 必有根 江流万里 必有言 血缘异昧 请戏 千秋 未有根本之心 燃油 施主之情 饮水定 当事员 为人不忘 根本 我们相继在这里 是血妹和亲情的影迹 九木林市之科的大树 根在莆田 经历千年沧桑 如今 激缓业貌 覆盖全球 成为火下大地 自批供 以降 人才辈出 勤兴灿烂 可歌可颂 传承着笔甘公 中类之家风 世代 相传数千年 光芒 四色 先祖给我们 留下的忠孝 传家的精神 汇报 我们一定要 积极化阳光大 无论走到哪里 我们都是血脉相连 所足相亲的一家人 通过这次祭典活动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 各地家人的联系 团阵 往来 恐怖和发展 相互之间的 亲密联系 给后人做出 应有的榜样 继承和发扬 领事先祖的 传统美德 为中华民族的互相 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共同 相继久末 临世发想地 共同 祭拜祖先 共同缅怀 先祖的丰功伟支 上市亲情 共化 家族发展 心情 感到非常高兴 和激动 在此 祝福世界临 临世久末 恳亲 祭祖大典 圆满成功 祝福我们家族 兴旺发达 蒸蒸日上 祝福各位 中卿 生活愉快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礼途顺利 谢谢 祝福